刘凯威带女儿过年,不见杨幂。 全世界都在盼她们离婚。 现在的年位确实越来越淡了,网年娱乐圈还能等到大年初期再爆料,现在倒好,这才初五,声明都不知道发了多少张了。 初二那天,香港媒体爆料了刘凯威带女儿、父母一起过年,可是全程未见杨幂的新闻,一时间引起了媒体对刘凯威和杨幂这对夫妻的更多猜疑,毕竟她们离婚可是娱乐圈的月经贴。 而就在今天,刘凯威还特地发了微博澄清,表示杨幂和她父母也一同在会所过年,没什么问题。 年是个好年,可还是觉得挺别扭的,刘凯威的微博里甚至没有出现杨幂的名字,那些用词也挺让人尴尬的。 而且据说,杨幂当年的婚房已经是刘凯威的妹妹入住了,所以杨幂和蜜爸蜜妈来香港,只能住酒店。 可以理解网友们对他们婚姻的种种猜疑,今年三十过年的时候,杨幂是和猫咪过的,感觉不到那种团圆的气氛。 不过倒是杨幂的铁粉爆料了她正在香港陪女儿。 要说她俩分不分手,真的是娱乐圈的一个未解之谜,当初一度成为卓伟的心病,当年卓伟不惜造谣刘凯威和王欧唐叶光剧本,就是为了逼杨幂和刘凯威承认离婚,可是没能成功。 而如今,杨幂一年回香港看两三四女儿,其余时间都在拍戏,以至于满天都是不见杨幂的通告。 让她们尝试ir 。 让她们 named 网络 。 要便通知地 examining whether they were caught up for identified and are present as an Child Day , 杨幂的粉丝DISS刘凯威发通稿必带杨幂,哪怕有语病也得带上。 杨幂的粉丝真的是恨不得她赶紧离婚。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不能这么看,一张床上不可能躺两种人,杨幂和刘凯威之间涉及的可不只是一个小糯米而已,当年刘凯威将自己的公司名下四成股份都给了杨幂,公司一旦上市,杨幂可是几十亿的身价。 还有几处两个人共同投资的房产,都是几千万的,虽然他们可能不在意这些钱,但是分手一定是双方的损失。 而且两个人都在同一家经纪公司,一个敬业人设,一个好爸爸,他们的宣传统稿也不可能是不通气的,毕竟杨幂可是公司的当家花旦,所以谁采谁都不是大家看到的那么简单。 娱乐圈里的人离不离婚好像没那么重要,爱你的时候有没有结婚证不重要,不爱你的时候,离不离婚也没那么打紧。 可是问题是杨幂似乎从来不澄清,也不秀恩爱,可能这看起来超级轻轻脱俗,别具一格,但是对于粉丝和网友来说,这也是一种舞蹈和暗示。 作为流量女王,杨幂几乎把所有的话语权都交给了刘凯威,让她来处理和主导这段婚姻的全部公关,我个人觉得这种处理并不聪明,而且情商很低。 不过杨幂情商低也不是一两次了,从她出道开始就一直是所有主持人的噩梦,她还在北电上学的时候曾经代表学校上了一次快本,结果爆出很多惊人言论,说自己是野花,因为家花没有野花香。 何老师帮她打圆场,她还说何老师的解释很官方,实力拆牌。 而且那一期节目上系的蒋进夫,和中系的同学都在,他已上场就见把弩张根本不给两个学校面子,说实话没觉得给北电长脸,只是觉得挺没素质的。 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,经典的打手机事件也是杨幂做的,工作人员在直播,是正经的采访,她随手就打掉了别人的手机,还特别开心,粉丝们喜白是恶作剧。 恶作剧也一样没素质啊,你是工作别人也是工作啊。 我更关注的是杨幂最近的眼睛怎么了,这几天看杨幂的新戏,眼皮特别的垮,感觉老了很多。 这少女的人设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,反正是怪怪的。 但是听说这并不是整容造成的,而是因为长期化妆卸妆贴双眼皮引起的,所以为了让自己不再三十多岁就看起来怪怪的,大家一定贴双眼皮一定要慎重些。 毕竟当年的杨幂是这样的,如今的欧是大双眼皮,下手也挺狠的。 杨幂和刘凯威的事情大家心里肯定都有答案,还是那句话,娱乐圈的事情,相信你想要相信的吧? 想想看,一个明星后面几十个脑袋在想说词,想办法想桥段,喜欢就相信,不喜欢就不看,很简单。 2018年,祝大家睡到漂亮的皮囊,爱上有趣的灵魂。 欢迎订阅为